主犯不日故得 判决死刑 三日后执行 从犯林大彪 判决无期徒刑 退庭 表哥 不许靠近 表哥 他不是主谋 他不是主谋 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哪怕用我自己的命去换 格格 您不要说这种话 我想问你 为何要利用金玉蓉 那你也给我说说 我为何利用不得 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我告诉你 现在除了我 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 干什么 不如古德就这么重要 你什么都愿意牺牲是吗 他是我的亲人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送死 好 你愿意求人 那就来求我 你不想他死 今天晚上九点六锅饭店 我等你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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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恐怕没有房子给你们住啊 后院好像还空着一个偏煞房 那是放杂物的 四处漏风住不了人 没事 我好好收拾收拾就行 本大帅任命 到正南 请离第一军军长 是 他的病是慢性病 这药不能断 咱们这儿先来招人好 啊 我们这儿已经招到了 我会的 这些我都会了 那明日就来救治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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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先生 你怎么了 不是 换手 我 不 多谢你的好意 我不穿你的衣服 换什么 我不喜欢被人拒绝我 整合在周见 不孤却无言 谈指尖离人若不复当年 誓言留给褪色的心肩 一字一句可在心头光言 不却双痕痛也固承援 那一年 哪一年 已渡过永远 思念万千 眷刻在指尖 无故却无言 叹之间离人若不复当年 誓言留给褪色的心肩 一字一句可在心头光言 不却双痕痛也固承援 不可惜 但是你要敢拖累玉蓉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你没有资格说玉蓉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吗 你就是想要利用我 利用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推到吴大勇身上 然后帮你们赵家 欲望得力 想都别想 我今天真的没有必要过来见你 对付他区区一个五老二 犯不着我跟你费什么口舌 我来 只是让你死得安心死得明白 对了 从今往后 我会好好待玉蓉的 赵承南 赵承南 你回来 你混蛋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看来老子今天还真当你要是遇上个人物了 住这么大个房子 使唤那么多的下人 他娘的屋子里 配点支钱的东西都没有 你当老子今天出公差 是来陪你玩啊 不好意思 老总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你们不是来找罪证的吗 感情是来找钱的 小夫人 我看你是个聪明人 只要把我们要的东西交给我们 就不为难你 如果你们是来搜证的 那我无可奉告 因为我对不日故得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果你们是来找钱的 那我恐怕也要让你们失望了 因为我的钱都在不日故得呢 我还有一些寥寥的生活费 如果真的需要 我这就去去 你他娘别给脸不要脸 我今天跟你明说了 今天谁来都不好使 老子认钱不认人 你今天又是不把钱交出来 我他娘就敢做了你 你想做了谁啊 原来是少帅啊 这都是误会误会 我们不知道您跟这位小夫人认识 知道吗 少帅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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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滚 好好好 走走走走 金小姐 今日唐突 还望莫要怪罪 大帅有什么话 可以明说 为了不浪费 为了不浪费金小姐宝贵的时间 赵某就开门见山了 全子在天津给你和你的丈夫 造成不少困扰 赵某有所耳闻 也很欣赏你对她果断的拒绝 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赵家对你们是有亏欠的 而今你的丈夫深陷淋雨 想必你回北京也是为了救她吧 这件事赵某也许能帮上点忙 不知道金小姐意下如何 此刻除了您 恐怕没人能解决得了此事 不知大帅希望玉蓉怎么做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这样 只要布置顾德 把所有罪责 都推到吴大勇一个人身上 赵某自有替她脱罪的办法 恐怕 我左右不了她的想法 金小姐偏救自救者 如果一个人 连她自己都不想救的话 恐怕 谁也救不了她 当然 如果金小姐打定主意要救她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可以安排你们见上一面 好好地聊一聊 远程 派人送金小姐 是 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多谢大帅 告辞 丁小姐 是